此光笼罩四周 一瞬覆盖整个仙神大陆 直接就隔绝来自头颅口中吐出的生命浑火 更是让这仙神大陆的排斥力 刹那狂暴了数十倍不止 轰的一声 不管那头颅愿意不愿意 都被直接的卷起 强行的轰出了仙神大陆 亥然中这头颅的眼泪露出心迹之意 此刻刚刚被轰出 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有一道剑气从这大陆内滔天而起 直接斩在那猙獰的头颅上 那头颅的眉心传出咔咔之声 赫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轰鸣时大陆上一个中年男子踏着一把飞剑 带着滔天的杀气呼啸而出 此剑青铜速度飞快 眨眼临近那磅礴的头颅气势滔天 似要将那头颅直接穿透 就在临近的一瞬 头颅双眼血丝弥满 但却露出深邃之芒 竟扭曲了四周的虚无 有层层波纹扩散 仿佛牵动了时光本源 使得那剑气如被巨大的墨盘直接碾碎 瞬间化作无数细小的湖光四散开来 而那飞剑上的中年男子眼中寒芒一闪 掐绝间立刻与那磅礴的头颅站在了一起 一时之间 仙神大陆外声响滔天 轰鸣无尽 如同苍穹倒卷 世界都要崩溃碎裂 除了这些九元强者之外 还有八元七元至尊 也在四周展开一场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使得星空颤抖如要毁灭 还有那些主宰道尊以及道主强者 他们的数量很多 在这战场上彼此厮杀 惨烈到了极致 可与他们相比 这场战争真正的主流 是那些古境以及仙境的修士 他们的数量最多 看不到边际 如同是两片庞大的修士之海 在这撞击中化作了血肉磨盘 在那儿不断地碾杀 每时每刻都有鲜血 称为血雨洒落大地 都有无数人在那生生死死中 嘶吼惊天 对于仙神大陆而言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战 甚至在他们的思绪里 根本就没有避战的想法 似乎冥冥中有一股意识 影响了他们的一切 而苍茫派的修士 他们是为了超脱而战 能为超脱战死 似乎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况且他们相信以超脱之能 即便是他们死亡 也都可以被复活 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 孟浩站在星空 遥望着一幕幕 他看着仙神大陆 看着其上每一个修士 他的目光藏着深邃 在那深邃内 蕴含了冰冷 三十三天他恨 仙神大陆 以及魔戒大陆 他更恨 这就是一场复仇 孟浩冷眼看着这一切 可眉头却慢慢皱起 这些仙神大陆的修士 他当年看去时 一个个充满了灵动 可如今看去 灵动少了一些 但依旧还是血肉身躯 我应该没有猜错 孟浩陈寅中 想起了自己几乎 已经确定的猜测 思索时 他身下的老蜥蜴 眼中杀机弥漫 可没有孟浩的命令 他不好直接飞过去 只能眼看着 其他人都在厮杀 等了一会儿 眼看着战场杀戮滔天 凄厉的惨叫 此起彼伏时 孟浩忽然双眼一闪 看向仙神大陆 几乎在他看去的瞬间 仙神大陆上传出阵阵轰鸣巨响 可以清晰的看到 在这片大陆上 此刻赫然有上百个火山 同时爆发 这些火山在爆发后 形成了上百道火焰光柱 直接冲天而起 使得天地色变 苍穹翻滚 与此同时 一尊尊通体七彩的傀儡 赫然从那上百处火山口内 随着火焰冲出 这些七彩傀儡数量极多 不断地飞出时 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方阵 一共上百方阵 气势如虹 更有沧桑之意散出 仿佛他们存在的岁月极为悠久 在这些七彩傀儡出现后 仙神大陆的那些修士 全部都激动起来 一个个神色振奋 如同看到了胜利的可能 这就是仙神大陆的底蕴之一 这种不知藏在那些火山内 多少岁月的七彩傀儡 他们的身上有特殊的规则 这些规则之力影响了时空 改变了天地 更有一股战无不胜的气势 在这一刻轰轰爆发 很快的 这上百万的七彩傀儡 直接杀出 杀向大陆外 杀向苍茫派的修士大军中 孟昊平静地站在老蜥蜴的头顶 看着那些七彩傀儡 随后目光挪开 落在了仙神大陆的那曾经超脱者的雕像上 目中露出思索 不需要他在此刻出手 苍茫派的势力虽然外出征战 很多底蕴留在苍茫星 难以带来 可身为最强势力 依旧不容小觑 几乎在那些七彩傀儡来临的刹那 随着苍茫派所有九人至尊齐齐一声嘀吼 苍茫血震 这四个字传出的同时 所有苍茫修士全部眉心裂开 挤出一滴鲜血 这无数修士的鲜血同时飞出 直接化作了一片磅礴的血海 翻滚中 其内飞出一个个血色巨人 这些巨人仰天怒吼 与来临的七彩傀儡杀在了一起 巨响滔天 星空震动 苍茫血震与七彩傀儡的碰撞 在这一瞬间就达到了巅峰 轰鸣之声 回荡星空 扩散整个苍茫时 那些七彩傀儡快速的暗淡下来 节节败退 先神大陆虽强悍 可苍茫派一样是出现过超脱的磅礴势力 双方之战很难一时分出胜负 此刻眼看那些七彩傀儡败退 孟昊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他仔细看着仙神大陆 仔细看着仙神大陆上的那些修士 目中露出思索时 突然的仙神大陆上又轰鸣 惊天而起 可以看到 整个仙神大陆颤抖 一座座山峰摇晃 咔咔声回荡间 这些山峰从中间碎裂开来 使得山尖脱离 竟缓缓升空 那些山峰上都有宗门 密密麻麻 足有百万山峰 全部升起后 气势再次爆发开来 仿佛可以撼动苍穹 紧接着 如同是解开了封印 那些大地上失去了山尖的山峰 好似被打开了某个缺口 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嘶吼 从这些山峰内传出时 一条条巨龙赫然从那百万山峰内 冲天而起 全部冲出 一条条巨龙 都散发出让人惊心动魄的威亚 全部嘶吼 使得天地色变 风云卷冬 化作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风暴 直奔苍茫派修士大军杀来 好一个仙神大路 孟浩眼中惊芒一闪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他身下的老心意 此刻大吼一声 身体速度之快 刹那间从孟浩身下穿梭而过 出现时赫然在了仙神大路上 身体漠然改变 不断地庞大 眨眼的功夫就化身成为了星河一般 屹立在星空中 气势滔天 他大吼一声 阴浪成为了杀机 横扫四方 使得那些风暴巨龙 全部颤抖 齐齐抵抗 使得老蜥蜴 无法继续前行 可同样的 这些巨龙风暴 也都被死死地遏制在了原地 这一幕 赫然是那老蜥蜴 以自身之力 阻挡那些蔓延而来的风暴巨龙的脚步 天地摇晃 星空睡灭 这场战争到了此刻 已然是激烈到了极致 仙神大陆的修士不断地后退 甚至已被苍茫派的修士 杀入到了本土中 而这无边无际的风暴巨龙 此刻又被老蜥蜴阻挡 使得仙神大陆的危机 眨眼间就到了迫在眉睫 仙神大陆的底蕴 不应该只有这些 孟昊站在星空中 神色如常 轻声喃喃 几乎在他话语传出的瞬间 突然的孟昊双眼猛地一缩 他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气息 从这仙神大陆内 此刻正在轰然爆出 那似乎是一道意志 又或者说 是一道神识 无坚不摧 一往无前 锐利到了极致 霸道到了癫狂 一抹红光 从仙神大陆的地底 在这一刻滔天而出 那是一种极致的光 那是一种鲜血的红 那是霸道 是嚣张 是疯狂 是可以对一切众生 直接抹杀的犀利之忙 几乎在这道红光出现的瞬间 无数的仙神大陆的修士 全部都振奋激动起来 祖光极净 我们还没有拜 我们岂能拜 他们全部嘶吼 全部抵抗苍茫派的同时 孟浩也听到了 来自仙神大陆修士口中的四个字 祖光极净 孟浩望着那片红光 此光一闪而出 向着四周 红隆隆的扩散 速度之快 直奔苍茫派修士而来 孟浩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片红光内蕴含的恐怖之力 他可以立刻就判断出来 这不是苍茫派修士可以抵抗的 甚至一旦此光覆盖而过 苍茫派的修士会死亡大半 孟浩忽然笑了 他身体向前走出一步 从容不迫 出现时赫然在了 那片红色的光的前方 右手抬起 向着此光摇摇一按 这一按之下 那从整个仙神大陆地底 爆发出的鸿芒在这一瞬 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 竟眨眼间璀璨到了极致 且不再四方蔓延 而是瞬间就凝聚到了一起 化作了一道血色长红 改变方向 直奔孟浩 说是迟那是快 眨眼间这道红色的光 仔细一看 竟化作了红色的闪电 轰的一声就落在了孟浩的前方 轰击在了 他抬起的右手上 孟浩的四周 天地轰鸣 星空崩溃 孟浩的全身 更有无数红色的弧形闪电游走 他的头发飞扬 他的衣扇漂浮 他的四周 还出现了刺目的鸿芒 这一刻 无论是苍茫派的修饰 还是仙神大陆的修饰 都全部呼吸急促 齐齐看向孟浩这里 许久 时间的流逝 仿佛都慢了很多很多 孟浩四周的红光 无声无息间 居然消散开来 他抬起头 右手轻轻一捏 这一捏之下 似有咔咔声 如雷霆般 轰鸣整个世界 那道红色的闪电 直接崩溃 在孟浩的手掌内 成为了无数的红色金点 消散在了星空中 好一个阻光极静 足以灭纱超脱下一切存在了 孟浩轻声开口 大秀易甩 依旧从容 站在星空低头时 俯视整个仙神大陆 他的目光带着无上威严 使得整个大陆上 所有存在都身体一颤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一声怒吼 从这大地上滔天而起 犯我仙神者 死 死 死死 随着吼声的传出 新神大陆的地面碎裂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这裂缝穿梭了几座山 又贯穿了几条河 又被一双无形的大手 直接撕开后 从那裂缝内 直接露出了一具 磅礴的身体 那是一个巨人 他仿佛是被埋葬在地底 此刻随着裂缝的出现 他的双手默然睁开 他的眉心上赫然有九个星点 正在闪耀 他的右手抬起 在一旁的地面狠狠一拍 随着大陆的颤抖 这巨人直接站了起来 直奔苍穹 神族 大汉怒吼 身体在这冲出中 竟无限的庞大起来 到了最后 仿佛堪比星辰 顶天立地 使得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心神震动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几乎在这大汗飞出的瞬间 仙神大陆上地面的裂缝 出现了数十道之多 在那些裂缝下 都有神族的身体 那一个个巨人 全部睁开了眼 齐齐飞出 怒吼之声让星空颤抖 而他们身上的气势之强 带着沧桑 更是喊动苍茫 仙神大陆的底蕴 随着孟昊的出手 正在被一层层地掀开 而孟昊也在这掀开中 渐渐确定了内心 对于仙神大陆 在很久之前的一个猜测 这里的一切 或许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孟昊望着那些 冲杀而来的神族巨人 他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随意地一挥 这一挥之下 他前方的虚无扭曲 一股岁月之力 无声无息间扩散开来 扭曲了规则 影响了法则 那些在所有人看来 强悍到了极致的 仙神巨人 在这一刻身体全部颤抖 肉眼可见的枯萎 直至到了孟昊的前方时 在孟昊的面无表情下 这些巨人一个个身体腐朽 成为了飞灰 坚持到最后的 那位眉心有九个星点的巨人 仰天怒吼 神色内露出无谓之意 似乎他的使命 就是守护仙神大陆 似乎他存在的一切价值 都是为了在某一刻 为仙神大陆战死 他怒吼中右手抬起 一拳轰向孟昊 这一拳似乎轰出了他的全部 他的身体哪怕枯萎 哪怕出现了消散的迹象 可依旧将这一拳 完完全全的轰了出来 如同是从无数岁月前掀起 到了此刻成为了一场风暴 轰鸣滔天 尾压惊人 隐隐地已超越了九元 达到了超脱的层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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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